我們20萬元 台灣市金發局推觀光活動 觀光工廠即將去447個獎項 有iPhone、Switch還有上萬購物金 不過網友看開獎越看越來氣 李圈鋒 講飯講飯看一下有沒有其他興趣的朋友 得李圈鋒墨三碼021 光李圈鋒個人就叫了28次 李圈鋒墨三碼044 一連串叫出通通都是姓李的 民眾炸鍋金發局隊大量重複中獎 完全沒有管控 怎麼那麼幸運 他們應該就是平常有燒豪箱 我覺得他們中那麼多的機率是蠻低的 所以我才會很好奇說 那他們是到底這事情是怎麼發生 民眾聽聞都覺得不可思議 到底姓李的有多狂 網友透過臉書連結 發現他們疑似是一家人 其中李圈鋒拿了28個獎項 李圈分30個獎項 李圈遜最多45筆 他們疑似是父母跟兒子的關係 女兒李圈鋒 外公外婆 每個人中獎都超過10筆 總共抽到142個獎項 中獎率高達31.7% 今年整體的獎項大幅的增加 卻沒有剔除重複中獎的朋友 讓同樣有參加活動 卻沒有抽到的民眾 產生非常大的相對剝奪感 認為恨不公平 疫情後觀光工廠 平平辦活動 得及滿三個不同觀光工廠 搓張才有抽獎資格 有些得花錢體驗 或是購物滿額才有張 少部分打卡就OK 能丟進幾百分的抽獎卡 被懷疑是不是刻意複製搓張 還是有黑箱 經發局表示 有針對重獎率較高民眾資料 進行交叉比對符合規定 但今年沒有設定 重獎次數限制掀起民怨 桃園李佳布置在桃園 觀光工廠即張活動中 重獎率高達31.7% 在新北 今年九月九號活動攤位 消費滿五百元 就可以兌換一張摸彩券 或是參加闖關活動 竟滿三個一張 也可以獲得一張摸彩券 抽總價值十萬元的好禮 李佳同樣備受幸運之神 勸故 投獎iPad Air 又是李佳人 而且同一人 再抽中了肥皂禮盒 熟悉的家人名字 也名列中獎名單 有網友搜出李佳人的臉書 公開資訊 全都是抽獎活動 臉書好友各位數 有抽獎達人說這看起來像是 辦來抽獎專用的臉書帳號 過去如果是郵寄摸彩 有民眾會把信封揉捏 或是在裡頭塞紙板 增加觸感 抽獎活動碰到李佳人 就是這麼高中獎率 是幸運還是有秘籍 我們私訊多位李佳人 接稿前都沒有回應 三訊觀眾少少少拍不到